專家開咪 繼續回來這部份就是專家開咪 這部份回來我們說說旅遊 踏入12月份其實都是旅遊的旺季 邀請了這位嘉賓 就是東應遊的執行董事 瑄國泉 HELLO 瑄國泉 你好 看到你也很開心 一定是說旅遊 12月其實都是旅遊的旺季 11月12月也是 如果說日本 11月就開始紅葉 然後過了12月 現在這段時間其實旅遊的旺季 通常哪些地方會比較受歡迎 我們看整體日本 就是哪個月都受歡迎 你剛才說紅葉11月 多數會去哪裏 日本的北邊 北海道或者東北 現在12月就是 今年相對紅葉 變得那個時間是遲了的 你在12月 投資到中巡 去九州 仍然會見到很漂亮的紅葉 所以我們看到 雖然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客 在12月 到九州的客人是比較多的 另外到12月底 就是旅遊的旺季 特別是小朋友放假 很多人都會出外旅遊 你自己看今年現在的部團情況 或者查詢的情況又是怎樣 今年那個部團情況 我們公司來說 托賴是理想的 去到現在應該 已經是八成半九成的客人 已經報了命 去到的地方 日本是一個 佔我們公司三分之一 我們都拿的機會差不多是八八九九 今年我們看到很特別 在那個旅行的地方 中國線是跑出得很快的 我們很幸好是捉到 變成我們推了很多中國線 我們今年的中國線的量 是我們在疫情之前的三倍 多了客人去哪裏 就不只是去 以前很多一天遊 兩天的 現在多了很多去中國較遠的地方 這個可能在機位方面容易處理 不排除因為國內的客人來香港少了 變成我們拿的機會是容易些 去哪裏呢 譬如說 在過去的 我們見到七八九 十月都好 去新疆的量是很大的 我自己都去了一次新疆 去了一次南疆 其他是華東 東北三省 山東這些地方 都很多客人 還有那個日期呢 是長的 很多都是七天團 八天團 但是價錢都很低 我們就和一些國際的度假品牌 做了一些promotion 有些客人都說 我只是住一晚酒店 就抵回了 因為那個團費是三千多元 相對地團費方面是會比較相宜一些 剛才你說了 譬如去新疆或者去內地方面 其實現在的旅客的層面 是哪一類的客群會比較多些的 過往我們見到去國內的客人 都是長者 就是我們說的銀發族為主 現在見到在假期 就多了很多一些家庭客 那也是那個年齡層 是跌回到四十歲以下左右 都有的 就是說 它多了原因就是 寬闊了 那個年齡層 還有就是高鐵 那個量就可以大 高鐵效應 是的 現在我們有些高鐵 譬如說去到護南 是 如果你坐 譬如說護南 是 散頭那些地方 那個都很受歡迎的 就是說 你坐高鐵是三四個小時之內 那些團都受歡迎的 而且那個價錢很穩定 因為高鐵是不會有旺季淡季的 是 價錢是一樣的 那變成我們就好早些了 剛才你也說了 剛剛都好 捉緊到內地的市場 其實呢 旅行社在部署上面 迎候復償之後 無論是路線方面部署 還是景點方面部署 都會有不同的 沒錯 你們的安排是怎樣 我們分開兩個範疇 譬如一個是團隊 一個是自由行 那在自由行方面 我們在疫情之後 我們做多了些什麼 我們也都要和一般大型的國際網站 大家是爭一天長短 如果只是賣一間酒店 可能我們不夠去做 因為他們的網絡真是大的 那我們會加了些什麼 真的方便的 當然我們公司的網 都可以用網上去訂 那但是呢 我們現在要怎樣做呢 我們加了一些 機票及酒店以外的 例如什麼呢 去不同的地方 看賽車 我們去日本看賽車 我們加了一些 我們報我們自由行 可以去馬拉松 踩單車 去登山 你是要包裝一些 是一般大型網站做不到的事 是 團隊方面怎樣做呢 大家都想 小朋友開心 很多時候都會帶小朋友去旅行 有些孝順一點 一加三 即是三代一起去旅行 又要小朋友 又要帶著長者 他們在安排處理有困難 所以我們今年呢 做多了很多什麼呢 親子團 親子團有幾個特點 一 不要經常搬酒店 是 最好你就最多搬一次 兩次 最好兩晚兩晚 因為不太方便 沒錯 他執行就很不方便 另外呢 就是 在行程裏面 不需要太緊張 即是晚一點出發 最好晚上可以 在酒店裏面吃晚餐 又閒一點 對 加多一些主題樂園 其實 小朋友開心 家長就很開心 我知道你們在日本方面 自己接待 在南韓或內地方面 情況又是怎樣的 我們韓國和日本 都是自己接待 都是自己接待的 變成我們的靈活性 就會大些 一般在國內是怎樣的 在國內 你去不同的省市 都用不同的接待 還有呢 在今年我們看到 在這裏 都多了一些高端產品 客人是接受的 客人是接受的 好似我剛剛 在10月 我們在新疆回來 那個團是賣得 是可以貴過 一個歐洲團的 去新疆呢 是要賣4萬多元 但當然你吃得好些 住得好些 見到這些產品推出來 是積滿的 那特別是 匯水方面的問題 譬如我們現在 拿些錢出去洗 其實到地方都可以洗 你看回 接下來你們的分佈會是怎樣呢 我們就 今年疫情之後 改變了 看到 日本過往是佔我們 50%左右 現在就佔我們 約35%左右 即是說我們其他的線路 跑多了出來 那就在長線 都穩定的 長線就未曾追回到 疫情之前的數字 約7成左右 東南亞線都是8成左右 但中國線的量增加了 是補充了 是東南亞或者長線 不夠的數字 而令到那個分配就是 中國現在佔我們 約會是 兩成 差不多 日本是三成半 其他 40%就是其他的組合 剛才說 你們無論是內地 南韓 以至日本 推出了很多不同的線路 其實都需要人手 在在 我們知道 疫後復上 各行各業都說不夠人 都跟你聊過幾次 你們都找回舊友的員工朋友 回家幫忙 其實現在人手上面安排是怎樣 人手都是緊張的 都是不容易請到人 我們實際的數字 我們疫情之前 有600位員工在香港 疫情後期 我們都守住 有150位同事 今天我們回到400 即是 這9個月都請到250人 我們都覺得 我們的部門同事都很厲害 當然很多舊同事回來 也有些其他 結業了的旅行社 我們向他們的員工招手 問題就是 有很多是轉了其他職業 穩定了 是不回來的 所以我們唯有的是什麼 是要把新水跳高 我們過往是600人 現在是400人 我們是之前的六成半的人手 我們要給的薪金 約是八成 即是要加多了 幸好我們同事努力 我們做回九成半 甚至是追回疫情時的生意 我們期待 如果我們再請到人 有機會明年 是可以超過 我們疫情之前的生意壓 當然 生意方面 希望越做越好 另外 就是資訊科技進步之下 除了實體店舖之外 其實都會網上先上先下 有很多公司 你們自己在網上方面的業務發展是怎樣 有 因為我們在疫情幾年 其實很多部門我們都會有無薪假 有些同事流失 但唯一的IT部門是不會有無薪假 還要加薪 而且都在搶人 所以我們就在疫情的時間 將我們公司自己在科技網絡上提升了 改進了很多 我們看到就是疫情之後 我們在網上和我們報名的客人 跟之前比 是升了有15% 有的確真的很方便 如果在網上 即24小時你都可以看資料 報名 你見到的 晚上12點1點 那些預約就進入 是 很不同的 即是我們在線下 我們的店舖 一般是日後 還有一個call center 如果在線下 大部分都是在非辦公事隔內產生 但正正網絡安全也很重要 網片也時有發生 是的 我知道其實在社交媒體上 有時都會看到網頁 說一些旅行社 提供優惠也很便宜 便宜也不合理 你們的品牌經常被人運用來 即是做一些網站 即是真的騙人 其實這方面你們是怎樣去跟進 怎樣去處理的 我們首先就是要盡快把這些 假的廣告網站 打了下來 我們有一團隊去做 也有些客人幫我們 會舉報 即是說他們需要收到多少舉報 才肯幫你們下 其實作為這個用家的話 如果你見到這些網站 其實都是不合理的價錢 也明知騙人就可以舉報 是的可以舉報 最重要是大家除了看價錢之外 看多一樣的 它是追求你快點買 決定買產品 讓你不要想 第二最重要是大家千萬不要做 它一定叫你用現金付錢 這個付錢不是進去我們公司的 是進去一個私人的戶口 即是用私人名的戶口 不可能 公司 怎會叫大家 都不合理的 大家看到這些 就告訴你 100%是假的 這個大家要小心一點 我們都會在我們的網站 一直都列出來 過去這三個半月 應該有70個假的廣告網站 其實都實在真的很誇張 即是日領就有一個新的出來 我們是要追蹤不停打它 大家要買的時間 記住真的 小心謹慎 還有我們全都出來了 哪些是假的 哪幾個假 未曾給我們打到它 又或者這樣說 如果真的看到 價錢很便宜很便宜 是不是真的這麼便宜 這麼合理 跟我們聯絡一下 打電話去你們實體店舖問清楚 或者call center都可以 是的 我們都有 比如用WhatsApp問我們 打給我們 用實體店都可以 確認一下好些 確認一下 最重要不要被騙 旅行是開心的 另外想問一下 實體店方面 你們明年的確充步伐又是怎樣 我們今年擴充了三間 分別在屯門 九龍灣 和將軍澳 我們在實體店的擴充 暫時告一段落 再看看明年 頭兩季的生意情況如何 是否真的我們需要開店舖 我們才再決定 接下來你們明年 整體來說 你們看旅遊的前景會是怎樣 如果旅遊出外 大家去玩 都和大家的袋子 賺錢 你自己有沒有工作 香港經濟好不好 如果香港經濟是差的話 我相信會整體 對香港出外旅遊有影響 當然就是 餅有機會變小了 但是如果你的產品好 你的價錢是服務好 價錢是理想的 一樣都可以做到好的成績 我希望大家旅遊的時候 都開心點 即將進入旅遊的旺季 今天謝謝圈國全 謝謝Race OK 謝謝 ψjuk 搭晃 妳 駿 感谢观看